2025年12生肖重点强先看 Let's go 今天我要教大家讲 每一年的农历新年 人生肖的应成 首先我们要了解当年你的生肖是否 是犯太岁或者是冲太岁 你可以参考我之前所做的视频 视频简明的告诉大家 讲看犯太岁和冲太岁 2025年是12年 因此属蛇就是犯太岁 而蛇的对面就是猪 猪就是冲太岁 通常冲太岁的不能量是比较强的 如果你今年是犯太岁或者是冲太岁的话 基本上你会感觉到比较多烦恼 感觉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助力不大 事半功倍 虽然努力了很多 但是结果呢 是不如预期的 不过也不必过于担忧 你只要保持平和的心态 采取就是以手为功 不要冒尽的明知选择 建议你在历春之前 也就是2月3号 2025年的2月3号之前呢 去庙拜拜 拜太岁 做很多上司 不失 因为所谓的舍得舍得 舍得有舍才有得 另外一个获解的方法就是在太岁的位置呢 摆放太岁三合生肖的装饰品 蛇 鸡和牛是三合的生肖 你要找出今年 你家中的太岁位置要怎样找呢 你可以使用指南针 站在你家中的中心点打开 在电话的指南针 找出东南142.5度 到142.5度 那个就是12的位置 像你要摆放12的三合的生肖 也就是牛跟鸡的装饰品 以化解太岁的不能量 同时呢 也要避免鸡的鸡的 要避免在这个位置的动土 或者是装修 或者是翘的 蛇 鸡和牛是三合的生肖 因此 2025年 五年鸡跟牛的助力是比较大的 属猴子的硬饰也将会不错 因为猴子跟蛇是六合的关系 然而蛇猴子跟老虎之间六重 相形的关系 将会导致猴子的硬饰受到一定的影响 行是代表着刑事案的行 遭益处罚 包括交通罚弹 可能呢 这几个生肖 就是蛇 猴子 老虎呢 就会导致 他们感觉到 付出超过回报 别人会容易的感激 要了解这些生肖的关系呢 或者包括相冲相喝相形相害呢 你可以参考我的八字的书 书中已经详细的讲解这内容 此外 蛇跟老虎之间又形成相害的关系 这可能会导致小人 口舌是非 而被人妒忌中伤 相害就是人来害你 因此属老虎的人在十年 应试较差 需要多做一些善事 以手为功 不要强出头 或者是冲动 凡事都要三思而行 因为你犯小人 当然 也不能经抗生肖来 断定一年的应试 就如我之前所说的 八字里面 我们有年夜日识 都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找出一个网站 输入你的八字出生日期 找出你在什么年 什么夜 什么日 什么时间 点出生 连夜日识都代表不同的生肖 才能够准确的了解 你那一年的运程 年份是代表环境 夜份是代表能力 日识是代表人际关系 时间是代表着人际关 在查看生肖关系之后呢 我们要专注的就是每个生肖 的寄星和修星 你可以买一本通圣 在通圣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 生肖的寄星是有些什么 寄星和修星 2025年 属老鼠的印尘是最佳的 因为呢 有寄星和龙德这两颗 强有力的气星出现 寄星是北斗气星中最亮的一颗 它也被称为帝王之星 因此它的能量最强 今年出现在老鼠的弓 所以属老鼠的 2025年的印尘将会最强的 助力也是最大的 钱财方面呢 属老鼠兔子和老虎的印射也是很好的 属老鼠的 你会发现一个寄星 这个寄星叫做异堂 所谓的精异堂 所以呢 就会有很多钱财的出现 属兔子和老虎的人呢 也有负心的加持 因为各自有入勋和霸坐 关于钱财的气星出现 大做代表着霸养好活气成 虽然属老鼠呢 有相形和相害的负能量 但财富方面还是不错 属兔子的呢 凶星有天狗 日食和夜食都要特别小心 因为所谓的天狗食日 也叫做天狗吞日 兔子的千万别在日食 或者是夜食的日 那一天呢 出去看太阳或者是夜亮 因为这个负能量 对于属兔子呢 是不利的 因此建议呢 属兔子呢 监管给流浪狗保护协会 多做一点故事 就一些流浪狗 对你是好的 属兔子的 千万记得 在工作和事业方面呢 属鸡 狗 和 猪 表现呢 将会比较好 因为有潜力 象征的记性出现 因此呢 有升迁的机会 助力方面呢 属老虎 马 猴子 和狗 的人呢 有贵人相助 逃活方面呢 属狗呢 硬式加弹不错 属狗的人呢 有 红蓝星的出现 可能会有婚姻喜事 属 龙的呢 就有天喜星 天喜星代表着 有天丁或者是婚嫁的喜事 异性炎方面呢 属 马的是最强的 但是必须要小心 烂桃花 属马的 因为有桃花 星和闲蚀星的出现 应酬呢 会比较多 但必须要警惕烂 好活 健康方面呢 属龙 属蛇 和马 特别要小心健康 属马的今年会 特别的聪明 因为有文昌星的出现 但属 的 这么多年的 好运之后呢 2025年呢 由于没有 季星的出现 凡事都要靠自己努力 努力 努力不大 2025年 易遭 是非的 小人的生肖 包括呢 牛 老虎 和鸡 要小心 被误导 或 遭受 诈骗 或者是投诉 破解的方法是 不要在东北方 放垃圾 因为东北方 是五黄凶星的地方 对生肖 老虎和牛的 影响是最大的 由于 山萨是出现在东方 东方的兔子的位置 因此生肖兔子的 都要防放一些 渣烟案 包括在东方的位置 摆放三至七零 用这三至七零 来压制这三少 尤其是生肖兔子的人 属蛇的 也要小心血管之灾 可能要进行手术 包括属蛇的人 今天也了解 尽血来破解 如果 时间有允许的话 我会制作 每一个生肖的 硬程视频 更仔细的分享 每一个生肖的硬程 请大家 多多关注 谢谢大家 嗨 I'm Master Lee Penang Fengshui Penang Malaysia In fact I'm an engineering graduat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with a first class in Scotland about 30 years ago but in the past 15 years you know I only concentrate to do one thing that is whenever I have any opportunities I will go around to share the great knowledge of Fengshui yijing which is the older books in the world and if you follow my YouTube, Facebook and blogs I only share my knowledge inside of the way I always try to make the complicated Fengshui and Yijing theory into an easier way to understand in a scientific manner I have written many books and I've really loved my speech of Southeast Asia in Cambodia and Brunei and all world Malaysia for many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such as Citibank Potential Assurance UOB and many more and many know that Yijing is the oldest book in the world and it has been written in complicated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and it's very hard to translate it in English Recently I have published my latest e-books with the title of the fundamentals of Yijing and in which I have taken the challenge to write in both languages that is Chinese and English okay you can check it out in my website www.pengfongse.com Thank you very much you